其实很多的甜心的朋友都会想说 我是来附件吗 那我为什么要去参加活动 其实参加活动就是做你喜欢的事情 这就是一种附件对不对 对对对 就是对你自己有意义的东西 所以可能是我们的活动要多元 还有各式各样的活动 你去期待 对对对 然后我们在活动中就可以让我们脑部 因为化学思调 所以有时候有些连结的这样 或者说像动作慢 这些东西慢慢慢慢的在试回来 对 刚才提到说那个连结的思想 就是有点像之前我们节目中有讲到 而这是一杯水 可是我明明看得到它我就拿不到 因为我的视觉 我已经定位已经不是定在这里了 然后我的手已经抬不起来了 所以很多在这里附件的朋友 他是不是都已经变得很慢很慢 是因为他已经脑部受伤了 我们的症状态 还有要复众有时候就会让我们变得比较慢一点 那所以复健这之后 复健就是练习 是实习 我一个事情一直做一直做 渐渐渐渐渐我就越来越快越来越快 那我的信息也会来了 然后因为活动中我还可以看到一些成果 产品 对产品 比如我捏槽 或者我刷刀 后来可以看到一个结果 对 然后大家就分享 对 然后在活动中除了自己的这种各种功能的恢复 又可以跟人际互动 其实刚才今年讲到说 这功能恢复能够跟人际互动 你可以知道说如果万一你没有治疗的话 有可能就是眼睛无法协调 身体的功能也都渐渐的就是退化 甚至人际间就再也可能会回不去一般的人的生活 再回过头来看 万一我有什么方法 可以知道说我不要变成这样 如果万一我的体质是比较弱 我知道说我曾经 我可能目睹过家庭的暴力 还是我曾经目睹过那个地震之后 我可能是心里面受到很大的壮伤 我可能自己有这样潜在的这种危机 我怎样担心自己不要发病 我不要变这样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我们听我们的那个胡乃国教授讲 就是说 有时候你要知道你自己的压力界限在哪 就是每个人可以承担压力的能力 或者是那种体能 就是不一样的能量在哪里 有时候你自己要稍微摸一下 就不要让自己超过那个压力的临界点 那就是让自己属于在比较没有压力的地方吗 就是在你可以应付的 就是你受了这个压力还可以再恢复的 这样子应该说 我们没有办法避免压力嘛 像最近的风灾 我们不是祈祷他不要来他就可以不来 但是他来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面对的 或者说万一有一些不幸的事情发生 我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 我是逃避他呢 还是我真的是很勇敢的 能够很勇敢很开放的心情去面对 就是这样跟你见证 这很不容易 还有你协助 我长得很容易啊 可是问题是我就是目睹了 那我怎么办呢 假设你是确实有受到创伤了 那我觉得另外一个要学的就是 人可以求助 人不是要这么丁啊 不要那么丁的人 那各种的专业它慢慢在发展 当然有时候我们会说 是不是专业还不够好 就是有个人 我们就是我们就去push的 我们应该去求助 然后说类似像心理师啊 或者精神科的或者真心科的协助 或者像社工啊 或者是像有一些资商辅导的人啊 或者有一些团体啊 或者有一些团体课程 成长课程 就看你自己遇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挫折 什么样的创伤 那我们就要知道说 社会上是有 就是这些我们讲医生 心理师 护士 职能治疗师 社工师 都是我们精神奇迹领域的五大金刚 那你可以这样看 想说你可以找个家问一下 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啊 你打电话可以 我可以直接打电话吗 特地都有 每个县市区域都有 各地的社区心理卫生中心 像台北 台北社区心理卫生中心 台中有台东西 社区心理卫生中心 都是可以求职 有了一之后 我现在就是说 至少你的现实都有你哭 那我想知道说 有些人会说 我靠地来去教授 难道我去哭吗 我要想什么 该哭的时候就哭啊 你就先哭也没关系 因为有一些医院 还有社会进行专线 像我们新生活 有一个新家庭咨询服务的专线 就是有 当然你如果说一般总机 你哭给他挺可能 他不适合 但是你哭 那种机会帮你转 也不一定 其实你该哭的时候 你就哭 那也不是 给张德迦 要勇敢的专注 要勇敢的专注 比如说 我知道有很多的朋友 说到有很多的朋友 我也听到很多的朋友 在讲说 他可能是在高阶评管 他是公司的政总 总经理 那这种事情 不能让人家知道 人家心理压力很大 那压力大的时候 有时候没有喝酒 你根本就睡不着觉 一天可能睡 可二十年来都睡 两三个小时 那心情曾经 也吃过忧郁症的 要个两个月就停了 那这种状况下 你说我要怎么去求救呢 他怎么做 因为像说 你看 如果你早一点求救 或许你这二十年来 不会多只这两个小时 你求救的对象 是物质的 只有像酒 还是有些人去用药 他到时候 你会变得有双重问题 因为你会有 原来的精神疾的问题 你还在加一个饮的 物质成饮的问题 所以让你的生活 其实变得更辛苦 如果你要 成饮的问题 会造成什么 然后说酒饮 那酒饮的人 如果说他真的成饮之后 第一个他体力一定摔入 他的身体机能会变坏 他的肝会坏 他有很多的身体 就会变差 然后他睡眠问题没有解决 反而他有时候 头脑不容易清醒 那他如果说他避免 他的这个酒的口臭 他就可能用更多其他的方法 或者他该要工作的时候 他其实反而没有办法 出现在内功的场合 没有可能在宿醉中 那所以其实酒 可能一开始有些人以为说 好像我喝一点就可以睡到 但是长期 你其实会遇到第二个问题 所以好 那就算说好像这样子 我要打电话去 我跟社区卫生中心说什么的 一般这样的朋友 他不会去想要去看精神科疾病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问题 我在社会上是一个佼佼者 或者你就可以直接问他说 我可以在哪里找到心理师的资源 那心理师打电话去 要问些什么 心理师我们可以跟他约 心理师的话就是在治疗 或吃荡物糖 你只要用约的方法 那我到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我的状况吗 他是每一节大概是 45到一个小时 45、50分钟是比较常见 那像台北市各个健康服务中心 就是卫生所 有那个社区心理师可以约 但是他们因为是公交 就比较 就只有半小时 那我就跟他讲我的状况 那心理师可能会告诉我什么 应该是算说 我们去做心理资疗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有个问题 比方说我可以用 我这二三十年来 都只这两三个小时 我想要有这个改变 所以当然 你找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 几乎所有的人都说 心理来 你就是看心理师 你推他去 他就去 所以这个人 他自己有一点 意识到 我有一个什么事情 我想要重新来看一下 我再来整理一下 我生命中过去那个遭遇 我想要把它做一个整理 因为我看到那个遭遇 对我的影响 但是我并不喜欢这样子的影响 会不会 当我把那个影响 我把它整理 全球之后 我的人生会更开朗 我会终于卸下一个淡击 或者 假如说 我们以前有个家属 就是 他房间压力很大 因为他天生是病人 可是 他跟心理治疗的时候 最后去解决的问题是 他对他父亲死亡的设念 他一直非常非常的遗憾 说他没有办法 跟他爸爸道歉 那心理治疗聊了之后 就是用一个方法 写一封信 给当时来不及讲 再见的爸爸 然后再到父亲的墳前 把那封信就烧给他 那那个当下 就帮他解决了 这个人生 一个非常非常到 一直以来的遗憾 所以 心理治疗会有很多 就是 你没有关系 或许你当时就没有想到 其实我是父亲的问题 但是 你从你对你肩膳互动的问题 你这里开始去求助 心理治疗也很好 那但是心理治疗 他可能是要有频率的 所以有些人 至少一开始 至少一定是八次 那当然有些人更有 两年 或者怎么样 都有 那就是说 你这个人 你要自己知道说 我 其实我不用 我可以不用那么孤独 这些事情 我可以有一个人 跟我聊 我可以整理一下 我可以有人帮我 帮我跟忙 其实很多 周江有很多的朋友 可能都是高阶主管 跟社会上 可能都是佼佼者 可是他非常非常的舒服 我们也不知道 怎么帮助他 也许就像金灵所说的 我们让他去 去找心理治疗一次 但是也许会跟他讲 有一些方法 能够卸下他 这种心中的痛 也许可以当他 走到比较好的人 我们就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继续聊